日本核污水之所以会决定牌 我坦白说 日本的东京电力公司它是民营的 它的最大的股东 事实上是美国 你不要以为是日本 这个LMG亮哥见解读到精辟 能不能聊一聊 日本核污水的险恶布局以应对 日本核污水之所以会决定牌 我坦白说 日本的东京电力公司它是民营的 它的最大的股东 事实上是美国 你不要以为是日本 因为日本上次福岛核灾之后 它重组了股东 那那个时候美国有不少家 投资公司进来投资东京电力公司 我认为美国占东京电力公司的股权 应该超过20% 所以 因为核污水就是你要怎么处理 有几种方案嘛 最便宜的就是抛到 抛到海里面去啊 是有技术可以克服的啦 比如说有人说 那是不是我们把它烧掉 用比较热的 加热的方式让它变成水蒸气 然后散到大气层去 那也有人说要深埋 那要挖得很深啊 那个重要的都要花很多钱 那东京电力公司 显然就是不愿意嘛 那东京电力公司不愿意 当然就是董事会 股东不愿意嘛 所以你看日本决定要排核污水 第一个支持的就是美国 这个令人 就是觉得它背后有共同意义啦 而且我讲白了 它这个核污水要飘到加州啊 那起码一年以后的事啦 那美国也不是首当其冲啊 美国并不是没有环保团体啊 事实上加州的环保团体也是反对的 可是它不足以 主导美国的政治 那日本也是一样啊 就是我是严重怀疑 东京电力公司提供 日本自民党很大的政治现金啊 所以它选择了最便宜的方案啊 那可以省多少钱啊 所以这个岸田啊 就直接支持它 就倒到海里去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怎么应对啊 事实上中国大陆 目前做的就是对的啊 就是抵制日本的海产啊 这个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那可是你要进一步要怎么做 就是看你要针对这个事件要制裁多广啊 因为岸田的任期是到今年9月啊 如果岸田不能连任 然后下一个日本的总理首相啦 想要跟中国修好 搞不好他就停啊 这是有可能的啊 因为这个主要政策就是岸田自己做的嘛 那如果9月之后日本换首相 会不会有变局啦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